大家好,我是钟铭 第二次课总结 单击这个工具全屏显示 好,这些呢 看着像电路图啊 那么是关于前面我们讲画纸线的课程的总结 大家先花几分钟先看一看 可以发现呢 我们学习的三个坐标法是可以灵活的实用的 可以呢 依次的实用也可以不按顺序的实用 大家呢 可以先暂停一下视频 等你看完之后再听我讲解 好,我们 单击这个工具 关闭全屏显示 好 这一句话呢 我就特别的喜欢跟大家说了 就是 我们正式通过上述 通过上述方式 指定点的位置 创建大多数的二维对象和三维对象 比如说这个图呢 接下来要讲的就是跟这句话呢 是一样的 好,那我们就来看这个图 好,一点的坐标 那么一点的坐标呢 是相对于F点 那么它的坐标是X呢 为这个Y呢 为负的20 然后 1D这条线 还有CD这条线呢 都是很简单的啊 好,那就不讲了 然后呢 CB这条线 那么B点相对于C点的坐标 就是呢 以C点为圆点 那么B点的坐标是怎样子的呢 首先呢 长度为45 那么角度呢 角度是这个吗 不是 角度呢 它是这个 是这一个角啊 那么这个角为多少呢 呃 可以从这里呢 画一条这样子的延长线啊 呃 那么这一条线和这条线呢 相互平行是吧 所以说呢 这一个角 啊 这一个角 这一个角 也为75度 那么180度减去75度 呃 就等于这个角 也就是呢 等于 105度 好了 所以说 所以说 B点的 极坐标是 长度为45 角度呢 为 正的 105度 好 那么A点的坐标呢 啊 以这个B点为圆点啊 那么这里呢 它的角度为30度 但是呢 这个角度呢 并不是 AB这条线的角度啊 那么是这样子来算的 就是呢 从这里呢 画一条水平线过去 好 那么这条线和这一条线平行是吧 所以说呢 这一个角就等于下面这个角 那么就是呢 这个角呢 就等于这个30度是吧 好 再画一下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平角呢 又等于180度 所以说呢 180减去30 等于150度 就是呢 等于这个角啊 好了 所以说 A点的几坐标呢 是长度为 是使 角度呢 为负的 呃 是负的 150度 好了 现在呢 我们就来画这个图啊 首先呢 看一下是不是英文的状态啊 这个一定要切记 好 快捷键L 我们呢 先画指线EF啊 啊 先画指线F1 好吧 把 F点呢 指定到这个位置 单击一下 然后呢 1点的坐标 啊 X为 34.64 1 然后呢 按多号键 那么 Y为负的20 回车键 好 接下来呢 画指线 1D 那么 十字光标 数值向下移动 好 速度50 按回车键 好 接下来呢 画指线DC CB 那么 十字光标呢 水平向左移动 好 输入35 然后呢 按回车键 好 画指线CB 那么就是呢 要指定 B点的位置啊 B点呢 是一个 极坐标 好 那么角度为 刚才说了 是105度 首先呢 长度45啊 那么先输入长度 按住Shift键不放 再按一下小关号键 好 那么再输入角度 105度 好 回车键 然后 指定 A点 A点的位置啊 那么长度呢 为40 角度呢 角度呢 为 负的是吧 负的 150度 好 按回车键 好 按ESC键 结束命令 好 这样子呢 就画出来了 那么关于这些标准呢 在后面的课呢 就会马上的给大家学习 因为大家学习之后呢 可以来检查一下 看你们自己呢 画的对不对啊 好 这个呢我删除 后面呢 大家好好的练习一下 好的 那么这节课呢就讲完了 然后下一节课呢 呃 第二十一课 那个跳格键的妙容 啊 跳格键的妙用 那么第二十一课讲完之后呢 关于直线的课呢 也就讲完了 好的 我们下一节课再见 谢谢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